女孩們的歌聲 依舊充滿了快樂的心情 少了樂器 女孩們的歌聲 依舊充滿了快樂的心情 下星期即將開學 此一職工送來的書包 和文具用品是即時語 從伊朗來的利巴 也更加珍惜能夠學習的機會 我沒有去學校 我真的想去哪裡 因為他們沒有讓我 我們因為有更好的生活 奧地利慈濟人尤月英 親手把書包底下 實現他對難民的承諾 5月份我們到塞維亞玉佛 知道那邊有很多邪靈的小孩 9月份開寫西奧文具 所以正好 現在是端午節 我們就綁了種子 一個善念頭號召了僑借同胞 一起來支持 伊麥的所得還超出了預期 為了關懷塞維亞難民 他是來來回回十多次 這一次的擁抱最有感 從台灣來的良心悅 則是在難民媽媽的身上 看見了自己過去的悲傷 我的孩子也因為意外往生 說我將我的心理路程 分享給他 然後他一點的驚訝跟錯愕 抱著我流淚痛哭 用愛來療養傷痛 也不為了自己 在難民營裡 職工們見證了最真實的美善 但新聞知識美職工林興來 再為要報導